以后,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告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也必须资论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德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久。 我们的子孙逆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世间的穷通受邮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反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辰家其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真基深厚,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刺激天元。 我本人,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刺激祖善有德。 我牧人,遇到荧宝师,赌博得道,赐佛缘已是。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经生欲天道,价是,一同得道修道,此乃佛缘已是。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现今正直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拯救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与众生体积为原则。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更长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共甘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又以下几点来探议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不只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故意后,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文律。 这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也必须资论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南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得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祖先尽力的硬币,对父母祖先尽大小,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必欲之灾,世间的穷通受邮关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反天堂永享天轮之乐者,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辰家其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天基身后,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刺激天元。 我本人,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刺激祖善有德。 我牧人遇到尹宝师祖活得道,赐佛缘以至。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经生于天道将事,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缘以至。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舍。